今天萌新问我 那个悬不舞挑战 我能打多少班 他说特别难打 难打吗 随随便便就打十万多分啊 没开玩笑 现在打一次看看 队伍带上水针 琴和双火 主力是琴 我带的是波波剑 面板 暴击103 包伤125 进入战斗后 主星开打 结伴一刻才打 琴一开打 然后 哎呦我去被揍了 然后推发新单展大招 打开地图 听到这个声音 那次分数飙升的声音 等你觉得足够了 就点回去 轻轻松松五万多分 想要多少就点多少分 今天遇到一个萌新 问他是要帮忙不 他说认识我 还让我坑坑他 不是吧 粉丝现在都有这批号了 我不坑萌新的 客人的事儿我不干了 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吧 看到没 这藏有很多小猫 我还能把他们弄水里 是不是很可爱 喜欢坑是吧 那就满足你 如何让萌新体验极致的快乐 待萌新的时候 萌新问我 为啥我的主角会滋水 看来小萌新还没去丰丹啊 主角和丰丹的神像 交装一下就可以资水了 哦 噢 噢噢噢噢噢噢噢 伤害太低了 那我带你争点猛的 给你强化了快上 大boss是谁 能吧 原来大boss是狼王啊 是挺大的 伤害怎么这么高 那当然是我给你挂雷了 丽莎挂雷 什么 原神出了龙年舞蹈动作 你的真正实力居然有如此的一步吗 看来我不认真的话 刚刚带芒芯遇到了粉丝伤口就是 哎呦叫的真甜 需要我带你吗 干啥都行 那我用林匹给你表演一个魔术吧 来你站这儿 再到哪里 老师 这 vamos 丢位 这 来 拝撼 你 这 手 就 ignored 所以 你再来这儿 送你个日落果吃吃吧 教你如何拿下小模型 只需要带他来这几个地方 往红山地点这里 跳下去 只有一个精彩的华丽宝箱 然后来到梦开始的地方 套出我们的神力凌华 一手无缝铺冰 不对 一手无缝铺 一手自由泳带着萌新轻松过来 就可以看到一个珍贵宝箱 再来到奔朗里的左上方这里 可以看到疯狂围起来的华丽宝箱 狂风之河快跑 打掉它就可以拿到这个华丽宝箱 看起来萌新还有点舍不得打开 再来到萌德城上方的锚点 转头后面有一个 往风神下面飞 在周围柱子上有个亮点 跑圈还可以拿到一个华丽宝箱 最后来到风魔龙这里 一直往顶上爬 可以看到有个华丽加神童 看吧萌新高兴的 还不快去带萌新去拿 今天带了个萌新 跟我说 罗里没一个强的 我不信 你好呀 需要帮忙不 这看来是一个纯正小猫星啊 我来带你打 我等你好久了 看来纳西打名气很大呀 你朋友 我纳西打伤害还行 你伤害怎么突然变高了 那当然是元素反应了 还等什么 好 抽到优拉一定要做的事 带明星偷渡倒击 利用异技能后摇可以实现无缝结冰 还能载人 萌新看了直谷大老牛 用优拉打个合棒 如果你一不小心抽了个满命优拉 又一不小心转无满心 打boss的时候 转异起手接大招 普攻四下 长眼下意 接着普攻之大剑爆发 你就可以轻轻手中 秒个boss 今天跟林克一起打boss 嗯 谁呀 塞尔达 放他进来 我画画世界太危险 太多爱不危险 嗯 哎了几下就不动了是什么意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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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又回啦 赶紧跑回去赶紧跑回去 果然是来显摆的 插出去 他跑 他猪 他插尺难飞 我在大量的彩蛋里 发现了部分白猪的传说任务 白大夫在帮人看病的时候 琪琪竟然不在现场 事后你会发现 琪琪原来一直在躲胡桃 比起初那家伙还在吗 可能在这里也不安全 而胡桃 一直在找琪琪 说起来 你们有看到琪琪吗 难得闯一回白猪的老巢 却连她的影子都没看见 你说 会不会是白猪这家伙 先一步把她藏起来了 躲到第二天 琪琪以为胡桃走了 她终于走了 不会再回来吧 但实际上 胡桃躲起来 在偷摸的找琪琪 在这种地方都能碰上 还真巧啊 没什么 诗做到一半没灵感 当是逛逛而已 嗯 胡桃对琪琪真是爱得深沉呀 怪不得我抽胡桃的时候 歪了琪琪呢 另外一个彩蛋 在我们召唤骁的时候 骁出来说了几句就走了 看似高了 实际 萧宝一直在远处 偷偷地观察我们 她站在远处看着我们的场景 然后想起了终于站在远处 看着骁的那一幕 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呀 我们片層新闻欣彆 此刻 第二 второй 一点点 点牌 净